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NB提问箱,我是抢资多利的孙老师 针对内地同学的考研报名,今年已经截止了 已经有陌陆续续有刚开始关心考研的职场人来问 那么我错过了今年的考研,怎么办呢? 咱们中国内地学生想要拿到有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学位证书的双证项目的录取资格 就必须参加当年全国研究生录学的比试 那么这个比试通常是每年10月份网上报名 11月份线上确认报名,12月底进行考试 如果是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同学,错过了今天的报名 那就只能再等下一年的机会了 那么错过了怎么办呢? 我想你应该做好以下三件事情 第一,正向思维做好备考 应该告诉自己,太好了 我有一整年的时间做好充分的准备 那么当前各个院系的置顶消息基本上都是跟研究生招生考试有关的 与其你等到明年再翻这些旧的帖子 不如趁着现在都是信息的最新的热乎劲 自己做好充分的学习和了解 尤其对于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 你现在可以搞清楚录取流程和关键节点开始做计划了 那么在做计划的时候 我建议你把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作为你的计划的底层的时间锚点 你所有的其他考研相关计划应当紧密的围绕这些锚点时间来展开 打一比方 你计划在2021年5月份参加复旦MBA第一轮的预审面试 那么在10月做好全球研究生的联考的网上报名 11月进行现场的确认 拿到准考证12月底参加联考 那么这几个时间我们说5月10月11月12月底 就是你计划当中的时间锚点 那么你可以根据5月参加预审面试的时间计划来做好 申请材料递交 并且适当的针对性的做一些自我表达自我总结的练习 那么在此之后 你可以根据所获得的预审结果和往年的录取分数线 有针对性的为自己制定一个联考的分数目标 录取袖子加紧复习 第二方面是要把握核心目标 做好自己手头的工作和职业发展规划 因为我们的学习从短期找眼 都是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 你说对吗 尤其对于工商管理这样一个实用性非常强的专业 在日常工作当中 它的经验积累 对所属企业组织和行业的观察 学习思考以及理解 还有身边发生的一些政治经济的大事 都是你需要学习和关注的内容 我建议行动派尝试每周为自己写三段简要的总结 每段不用超过两百字 就好像写一个微博那么简单 第一段 总结你自己这一周个人的得失 有什么进步 有什么不足 第二段 你的组织当中这一周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第三段 你在行业当中或者是你所感兴趣的这个行业当中 发生了哪一件重要的事情 相干各方的反应如何 如果你保持这种观察和思考 在一年之中你就可以记录五十多条内容 在一年后拿出来浏览一遍 你会发现你对自己有更深刻的了解 你也会感受到自己的积累和成长 那么这些呢 就是你突破前的积累和蓄力 第三啊 要保持对所信义的学校和专业的关注 积极的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关注学校和专业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官方主页 那每天呢 去争取去扫一眼 看看有什么新的事情在发生 学校呢 通常会组织一些讲座啊 活动之类的 那么只要你有机会啊 向你开放 那你就不要犹豫 时间允许的情况下 积极的去参与 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呢 一方面你可以了解到院系和专业的最新信息 另一方面呢 活动和嘉宾的听众通常是校友和学生 你可以跟他们交流一下 加深对这个专业的了解 那么另外呢 一年的考研准备时间 并不短 通过不定期的参加这些活动啊 有助于你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的备考状态 对于你在漫长的申请和考试准备过程当中坚持下来 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讲完这三件可以做的事情啊 再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 每年呢 在复代MBA的申请人当中 有不少最终落榜的同学啊 并不是输在起跑线上 他们也并不是没有冲刺的能力 多数呢 是在过程当中掉队的 所以呢 错过了今年的申请 你的优势当然就是你能够充分的准备一年 但是同时你的风险就在时间比较充务的情况下 在过程当中容易迷失掉 或者兴趣转移 那么的确如段子所说的啊 许多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下半年 比如说对于职场的经营来说 下半年啊 不仅面临着业绩的冲刺 年纪的冠账 也有这么多的国庆啊 中秋的假期 甚至还有孩子上学的安排 总之在这么多的事情当中 做好自己的求学规划和备考 坚持不懈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研究生的入学考试啊 每年一考 成绩呢 当年有效 在保证了科学性和公平性的同时 那么对在职的专业学位硕士的考试呢 就显得不那么友好了 从我个人的观点 真希望在接下来的专业学位硕士改革当中呢 咱们的国家呢 能够对有工作经验要求的相关项目研究生考试 涉及一年多次考试的这么一个机制 或者说成绩能够多年有效 这样呢 可以大大的缓解这些在职同学 每年底一次的备考压力 选择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的阶段 去进行比试的准备 也更好的能让他们兼顾工作和深造 那最后我想说 今年错过就错过了吧 凡事走样往前看 只要心里有梦 每天都会是奇迹 好 希望你能够喜欢这一期的内容 并且希望你能够为自己的未来 鼓足干净开始行动 喜欢的话 可以继续保持关注NBA提问箱 也希望你能够一键三连关注我们 让我们看到你的知识 我是强词多理的宋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